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說 爭取下星期尾重開紅稅 他又說明天區議會選舉 能否順利舉行 關鍵是示威者會否製造混亂 又說所有妨礙選舉的人 是與全港市民對著幹 淺晴峰報導 紅稅設施被破壞 停運多日 警方和消防已完成搜證工作 多個政府部門和隧道刑辦商 已開始循修工作 爭取下星期 希望最遲省時間可以通到車 如果收費庭是可以的 這是最理想的 一齊開 同步 如果收費庭還要少許時間 或者多一兩天的時間 我們不想維持左套隧道 但在這樣的環境 即使開不收費 都是短暫的時間 他說在繁榮時間接載市民過海的免費渡輪 會增加班次至每20分鐘一班 又會提供更多可以接載400人的大船 疏到人潮 區議會選舉在職 能否順利進行 張建宗說關鍵在示威者 跳探摩門要兩個人跳 政府我們怎樣堅決去一個 希望能夠進行到一個選舉 順利安全的選舉 都要對方合作 妨礙選舉的人 就是跟我們全國事物對逐 他又說每個投票站派出兩個防暴警察 可以保障選民的信心 在安全的環境下投票 有先電視記者 閃情豐盛